之後是猛鬼了 精緻Hit完了 之後都Hit了嗎? 喪屍 喪屍的時候呢 在喪屍Hit之前 當然我們香港也拍了生化壽司 之後呢 到喪屍很Hit的時候 生化壽司好看 其實生化壽司知道在哪裡拍的嗎? 不知道 整套戲 知道嗎? 我記得在商場裡面拍的 哪個商場我忘記了 好像是聯合的 老實說 我真的不敢肯定 我真的不記得 我不敢肯定 我記得商場是聯合 不知道什麼 整個商場拍完的時候 是很低成本的 但我多數都只看陳小春和姚樂儀在Gatering那一部 對呀 他們很搶東西嘛 超棒的 很難得的 姚樂儀很難搶的 那些很難搶的 那些都是老店的那些 然後呢 到近期到00年 到00年之前 就開始拍了一套馮德倫的 你猜猜新化的名字 咦 我有印象的 你有看過嗎? 有聽過那個名字 新化營警 經典是什麼呢? Condom 炸彈 我真的不記得了 這個真的不記得 他那一幕是那一段很多喪屍的 然後不知道哪個女生 阿Sir 你有什麼? Condom 然後他問 怎麼辦 如果有一個煤氣瓶在那裡 把Condom 放進去煤氣瓶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打敗 然後放進去打敗去 你那些Condom 炸彈怎麼想到呢? 真是溝到哭了 還有之後 五個客櫃的少年 那些就真的算了 知道你講什麼嗎? 木乃伊故 是啊 然後有一幕正 五個客櫃是不是又是天佑 天佑 然後他說有木乃包著 你怎麼弄開這些崩帶 我有爆船陀 跟你爆開他 他就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流行爆船陀 他又放進去五個客櫃的少年 放進去 差不多五個跳水的少年 算了 五個跳水很好看的 那一期有一堆 說錯了不是葉樂宜 而是湯瑩瑩 對不起 我錯 但是那時候有一堆 即是到千禧年後 有一堆是比較低劣一點的 其實低劣之後 經過香港電影業的低潮 到慢慢上來的時候 去到鬼邊很認真拍 幽靈人間 不是 幽靈人間很認真拍 黃尖也出來了 那時候 對 我想說哪一套 我想說見鬼 見鬼也是 幽靈人間始終也有一個大的 一個 幽靈人間很恐怖 大 brand 有一段時候 可能大家都很經典記得 因為他很少鋪排就拍到最恐怖 可能你拍王尖在電車路上 然後數拳枝 然後突然跌下了 拳枝下去 然後一蹲下 旁邊車就載進去 然後第二次拍攝頭斷了 就是這樣 即是很Hardcore的恐怖 很Hardcore的恐怖 其實見鬼也很Hardcore 見鬼1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位 你為何坐在我的位置 對 為何坐在我的位置 然後說奶叉燒 奶叉燒 其實真的不算好 有沒有見過我的成績表 姐姐你有沒有見過我的成績表 那裡 還有很多鬼在玩一樣東西 他玩一樣新技術 就是平時看靈異照 你見到畫面上 其實有很多東西 你不留意不到 其實有一隻鬼在那裡 類似日本的心靈陸像 其實把這個技術 放在見鬼上 可能有一幕地鐵 有人說看一圈 很厲害 但導演自己放進去 但導演就用這個來做一個宣傳 宣傳招 沒有啊 我沒有放在那裡 那時候彭氏兄弟就憑著這部電影 很紅 然後拍見鬼2 加上是誰 對 對 見鬼2就說一個很經典的故事 原來大兔婆也很容易見鬼 為何這麼說 原來每個大兔婆附近 都有一個人等著投胎 所以跟著你的 大概是這樣 但見鬼2在我自己是一個經典 真的跌下來的網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第一次進去看鬼片 那場是沒有人的 哇 那才是最恐怖的 4D的 我真的第一次試過 因為那時候 屯門還有一些舊式戲院 是很便宜的 25元看一場戲 然後進去 沒有人 其實播放4仔 見鬼是不是講過陰道那一部 有部鬼片是講過陰道的 什麼陰道 好像真的是彭氏兄弟 小心有癌 不是真的 不是說什麼陰道 即是他不是說 即是有一隻鬼潛進去大老婆陰道 不是也是誰 好像是扣了那個 李心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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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那一部是鬼域 是不是講陰道的 不是說有個小女兒跟著她 我不知道 我記得有一部鬼片 我印象中有一部鬼片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那些抽象又隱語又比喻又等 最後解構那個其實是那個女兒的陰道 蛤 是不是鬼域啊 鬼域一定不是 鬼域背後的意思是說recycle 你知道嗎 其實是說垃圾recycle 真的猜不到 咦 說陰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有人看都知道有些認評 是說到什麼 見鬼2就是舒奇 到之後有很多人都以為 為什麼沒有3456 為什麼有見鬼10 其實見鬼10就不是彭世兄弟 就是誰呢 我忘記了 吳君如的老公叫什麼名字 陳和珊 就是陳和珊 為什麼叫見鬼10 就是這部電影是說見鬼的10個方法 我真的不知道 其中有幾個就是說 你瘋底身大腿中間到後望 他就會看到 我常常綁鞋帶的時候都這樣做 那怎麼辦 十字路口擺碗飯也會看到 類似是這樣的 就在泰國拍的 這裡有少少笑的成分 因為為什麼 見鬼10是玩見過一的經典橋段 就是有個隱迷台 我去吃的表 他真的不見到吃的表 然後一踢他 哎呀 我痛啊 你不幫我玩就不用踢我 有人說是惡胎 惡胎 他也是鬼片 哦 鄒秀蘭 惡胎 不是鄒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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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鄒秀蘭就是彭斯兄弟的 鄒秀蘭 今天不講我肯定 如果大家看完之後 2002是正的 2002其實是參加MIB 是 是 2002看過 鄒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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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鄒秀蘭 不是鄒秀蘭 雖然那一幕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好看的 有李燦森 鄒秀蘭 然後鄒秀蘭 鄒秀蘭真的在做游泳 做水鬼 很搞笑 神經病 但我想說 大家還記得三間的話 三間黎明 最好看的 反而不是香港 不是泰國 不是韓國 是嗎 我只是看黎明 韓國的其中有幾個畫面 你會覺得 你可不可以快點結束 這個照片 我們拍攝 就說 駕著鏡頭拍攝自己 然後他坐在一條路面 然後不停走來走去 他不是走的 他好像有車拉著走 然後在一條走廊那邊 兜來兜去 你會覺得那個感覺是非常壓迫 和很噁心 同時間你這樣說 我就記得泰國四條大路 通陰間 通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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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一幕說什麼呢 就是說電話 因為他說有一幕戲 看到樓下撞車 撞死了人 然後晚上 因為他撞傷了一隻腳 一直在家裡玩電話 整場戲是沒有對白 沒有音樂 有聲音的 只有電話聲 然後一直在按電話 還有很少量的對白 真的很少量 突然間響式 然後用電話燈 照來照去 照來照去 然後就這樣嚇你 整隊就是這樣 十五分鐘 那就嚇到你了 但那段影片真的很恐怖 那段影片很恐怖 最初是二位聊天 周不無時會發出相片給你的 對 但你現在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才恐怖 但是整場戲沒有對白 是啊 因為他教這個訊息 來交代劇情 嘩 我想你都記得 一部電話 一間房間 一條馬路拍完整個鬼戲 超級 所以鬼片又是不用怎樣 發展完 當然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其實是拍過恐怖在線的 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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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鬼片有一個好處 就是 不需要很多錢 只要故事OK 都會拍到很好看的東西 沒錯 鬼片 我們都用了一個小時 來推銷鬼片 因為恐怖在線都很明白 我們講一下賭博片 其實賭博片 對香港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 因為香港才有一個賭博奇幻片 因為那時候想不到什麼題材 你猛鬼都玩了 怎麼說呢 難道猛鬼是廁所那些嗎 對 其中一件事 我想說一件事 問一下大家 有一幕戲 那個色通是藍色的 是 在公廁裏面 有一隻鬼 拍著女鬼 在撕自己的皮 就是木乃伊 撕撕撕撕撕 撕開整個 究竟是什麼戲來的 可以玩嗎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否有電話 聽了電話 恐怖 再笑 哪位 阿浩 阿浩 你想說什麼 阿浩 你們說鬼故 我又想說起一套鬼故 鬼片 我說鬼片 鬼片 說錯了 你幾歲 我先問一下 十七 十七歲 你看看你的鬼片 我應該看過了 對 你說 鬼水空靈 鬼水空靈 是入片的 完全沒有恐怖 靈 靈噗 讓他再說一遍 讓他再說一遍 你再說一遍 那鬼片 為何你覺得這麼經典 或者好看呢 覺得 因為我小時候看 呃 連續了 整個禮拜 睡不到 要我媽媽睡到一會 關你小時候的事 是吧 對 但你有沒有擔心過 你媽媽到最後變成鬼水空靈 媽媽 有 我小時候就是發到 你有沒有看過鬼水空靈 我媽媽是 因為那隻女鬼呢 是 媽媽 整棵爛泥 屎撈人 是啊 然後我還想我媽媽 我一張大眼 她就 好像整棵爛泥 你那個不孝子 你那個不孝子 一來就這樣 我發惡夢 喂 但你剛才有沒有聽過 我們說的那些電影 你應該是十成都沒看過 應該就是 喂 不如這樣吧 你晚上也有空 是啊 你回去看看 《猛鬼入侵黑社會》 說話給我聽過什麼 喂 你先看什麼 先看《空榜》 你看看《空榜》 對 看《空榜》 所以就是《空榜》 看完之後再看《猛鬼入侵黑社會》 是 然後告訴我 《猛鬼入侵黑社會》 怎麼入侵黑社會 OK 我們就不看了 是啊 我們就不看了 都費了這些時間 就有些港產片 港產片 有沒有一套經典 你這樣的年紀 回魂夜 回魂夜 又是周星馳 都真的 現在的年輕人 是喜歡看舊的周星馳戲 因為周星馳回魂夜 又是經典 為什麼呢 又是整個在屋邨拍 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整個那個 其實它又是低成本的 而且它是混片之霸 因為那時候 香港人大部分都住在公屋 原來它將整個故事 發生在公屋裡面 很多人有笑料 那樣東西 所以大家 就很大腦去經常認住 那個 那個 消防後一定是這個人 在那裡 是啊 之後一開門就 劈死他了 劈死他了 這件事就是在公屋 玩在地底 就是玩在地爐 地爐 那些 這套真的是不得了 那除了這套 認真的恐怖 有沒有一些經典 你們喜歡的 港產片 港產嗎 讓我想想想 這些都少看電影 對 你說的那套 見鬼十發 說十而已 不是 對的 大陸名是見鬼十發 十發 見鬼十發 大陸名是 十發 但是怎麼上到的 不知道 不知台灣還是大陸名是這樣的 哦 但是這套差不多都是笑片 不是的 楊琦 對 是笑片 那時候小學 那些租拍店 我經常在外面看 然後剛好就播 見鬼十發 然後 其中有一幕在巴士上 其中一個女主角 坐在巴士 看到球在那邊滾 然後突然變成人頭 是啊 但是最後真的是球來的 不是 真的是頭來的 馬上下車 然後球在那邊滾 變成人頭 但是最好笑的 就是那個拿成績表 如果你看見鬼一 就好笑 真是反艇 然後我嚇到 躲在阿嬸後面 哈哈 這麼恐怖 哦 那不要緊啦 喂 你回去真的試試看舊的鬼片 你覺得真的好多了 好 好 好 看完再打上來跟我說 好 你看到什麼 記住啊 猛鬼入針黑社會 還有胸膀 真的很棒 要強調這套黑社會 我們不會看 因為 因為它 我真的好笑 但我不想按下去看 人生有很多個半小時要做 很多事情要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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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鬼片說完 就是說賭博片 因為都說過了 香港是出產一個奇異賭博片的一個國家 什麼叫奇異賭博片 因為呢 其實你賭博片 包含了很多神奇的東西 哦 有出牌 有超能力的東西 但我講賭片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戲名 當然大家為人熟悉 就是賭神 然後就衍生了 賭聖 賭俠 然後賭俠 你想到之後是賭嗎 聖 說了 賭俠 賭聖 賭俠 還有什麼 賭神 賭俠 賭聖 是的 賭神 賭俠 賭俠 因為這些很多電影公司 很多導演都搶著拍攝 就作了好倫多個名字出來 不知道 賭博 真的有的 有賭博的 同一系列 有系列的賭博 賭神 不是有的 賭先 還有賭什麼呢 賭先有沒有 還有中華賭俠 還有什麼呢 還有阿狗 知不知道 他聽電話 然後還有很多賭什麼呢 什麼 說了賭博 有沒有賭圖 賭圖也有 沒有 中華賭俠 剛才說過 上海灘賭勝 少年賭神 少年賭神 加多點名字 然後呢 豐富一點 然後還有 我記得有一套是張家輝做的 後來是要扮盲 那一幕是怎樣 無名小字 對 無名小字 但我不記得 他是用什麼名字 他是賭俠 不知道 不知道 還有很多賭片 後來到了 那些 因為玩完啪牌 玩不到就玩啪牌 那時候 那時候 然後就沒什麼 對 但賭博片 其實也加了很多動作元素 其實你知道 你回想一下 為什麼會有賭神 這些招式出來 為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由千王之王開始 哦 電視劇千王之王 阿四哥 今天開始拍了 羅四海 羅四海 那些 他說 你把一些很特異功能的東西 放在賭片 換牌 偷牌 然後就 先衍生了 這類似的 有賭魔王 有賭魔 我想問賭魔是誰拍 我真的 我反而想看一條賭傻 賭霸梅艷芳 賭霸梅艷芳 對 還有周星馳姐 千王之王 千王之王 就是周星馳 就是很後期的一套 這裏真的補了 是不是有電話 有電話 我先聽完電話 恐怖 恐怖 哪位 叉笑 你又看過什麼經典戲 哦 你們有沒有看鬼玩人 鬼玩人 嘩鬼玩人 是西片來的 西片來的 不過沒所謂 但是港產片有一套 港產片我大部分都看過 人玩人 有一套 全部都看完 全部都看完 因為我三十幾歲了 哦 是不是有一套叫人玩鬼嚇紅金簿 什麼 人客人 人客人 對呀 人客人那些 很奇怪 很搞笑 人客人沒有藥衣 然後呢 什麼鬼嚇鬼 紅金簿那些 是啊 一堆的嘛 但是你剛才說鬼玩人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名字 真的改衰了那套戲 是啊 因為呢 當年鬼玩人的英文名字 是叫Evil Death 是西片來的 但是那套片呢 到現在都已經是一個經典 還有上兩年是再重拍了一次 重拍了一次嘛 很快皮的嘛 哇 滑到腳皮 然後頭撞到 它是 令到 荷里活鬼片 有一個新的 方法出來 就是Carbon in the Wood 是啊 這個是一個非常吸引的題材 就是一群年輕人去房屋 然後 房屋裡面 有一個特殊的一本 他明明叫你不要打開的 有個年輕人說 嚇鬼嗎 打開就 那些人說 然後拍照 然後拍照 所以 不不不 外面的泥桌 開始有些手撒彈出來 這個整條方形式是這樣 但是 鬼打鬼 為什麼 叉燒你突然想說 鬼玩人呢 是啊 因為你今天在說最經典的 啊 記不記得有一幕 在地牢 他就按一隻鬼下去 是啊 然後眼睛就 一聲彈了 是啊 是啊 好浪泡 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也是很棒的 但是呢 新版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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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就真的沒有了 正經化了 其實鬼玩人的時候 某程度也有一點點 脚位 有 其實鬼玩人看下去 一個Legend 慢慢墮落下去 第二集 不是啊 第一集是墮落的 他翻拍第二集的時候 是非常好看的 是嗎 鬼玩人 即是人玩鬼 第二集 人玩鬼 是很好看的 鬼玩人 第三集 第三集就真的沒有了 難得 你有看第三集嗎 鬼玩人 沒有啊 他變了騎士 他回到古代 是啊 他第二集是回到古代 回到古代 你明白 鬼玩人到第二 他的角色的樣子 手是電鋸 是啊 然後他回到古代 那些 聖騎士 聖騎士 一邊變成聖騎士的動作片 但是他還是要打按摩 也是要打按摩 真的不得了 但是他在古代 鑄回到電鋸 有人了 潘頓說了 鬼打鬼 人嚇人 人嚇鬼 嘩 真的不懂 所有都是紅金寶的 剛才那些 真的不得了 那你說鬼玩人 我馬上回答你 就是月光光心方方 嘩 月光 Halloween 我真的不行 Halloween Halloween 我不是很可以這個系列 如果你突然說鬼系列 以這麼多個經典鬼系列 譬如 例如 《萬鬼街》 《黑色星期五》 《Tracky》 《歪鬼回魂》 所有系列 我覺得 Halloween 是放到很後期的 真的不行 美國來講 經典的只有幾個 就是《萬鬼街》 但是我覺得 最成功的 一定是德州電鋸 以經典系列來說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以為 德州真的有電鋸殺人狂 還有什麼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他片尾的時候 他扮成真實錄像 說了兩個警察 終於到了案發現場 然後真的有個電鋸來砍他 竟然他打了一句話 這個兇徒還沒有抓到 是啊 但其實是假的 這個沒有的 沒有的 不要想過 德州真的沒有電鋸 德州 德州 德州有一幕 電鋸人追人的時候 他不少用電鋸 鋸斷了自己的腳 鋸斷了自己的腳 他真的笑得玩得好 但德州研究真的是一個經典 德州研究